天文摄影 想知道这么美丽的星云星团是怎么拍出来的吗? 想了解什么是天文摄影吗? 那让我们来带您进入天文摄影的领域吧! 嗨大家好,我是王金叔叔 讲到天文摄影的话,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是拍出银河 还是拍摄月亮、行星 或是拍出星云星团呢? 那其实上面讲到这些都可以称为是天文摄影 我们今天的天文摄影概念的第一集呢 主题就是什么是天文摄影 那所谓的广义的天文摄影就是说 只要是拍摄大气层以外的目标 像是拍银河、行星、月面、彗星、星云星团等等 这些深空天体都算是天文摄影 用手机搭配上小来码80拍月亮 这样也算天文摄影 所以天文摄影依照你想拍的目标不同 所有需要的器材也会有所不同 在介绍天文摄影的种类之前 还请各位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帮我们按下订阅 那就不会错过后面一系列的天文摄影教学 依照拍摄的目标将天文摄影分成三大类 第一种就是当我们想要拍摄银河、星座这些的话 我们通常会称为叫星景摄影 那我们所需要的器材有相机、广角镜头 还有像摄星椅 那星景摄影对于我们来说是最简单的这个天文摄影 那它不需要很精准的对极轴 那也不需要说两星的校正等等 那只要进行星景摄影的最简单的设备就是像这台 爱顿的Skyguider Pro的摄星椅 那再配上单眼相机或者是有B块门的这个微单相机 就可以来进行星景摄影 接着我们来介绍第二种的天文摄影 就是升空摄影 那拍摄的目标呢 就像是星云、星团、星系、这些升空天体 拍摄升空天体的话 我们的设备通常有短焦的折射视望远镜、赤道椅、 单眼相机或者是天文相机 那短焦呢通常指的就是 焦距在600mm以下 或者是焦比F6以下的望远镜 也因为焦距呢比较短 所以追踪成功率会比较高一些些 那焦比呢就是F值 就是相机镜头所指的光圈 那这个F值呢越小的话呢 它的光圈就会越大 曝光效率会比较高 那也可以缩短它的曝光时间 基本的组合呢就像这一套 这套的设备呢它可以拍出还不错的天体作品 介绍一些作品给大家 其他还需要的设备呢 例如说像导星设备、滤镜、ASL、智慧天文主机等等 都会在接下来几部影片介绍给大家 请大家不要错过哦 那第三种的天文摄影呢 比较不需要长时间的曝光 那拍摄目标呢 例如说像行星、月面、太阳、日月时等等 那我们通常称这个叫做行星月面摄影 或者是日月行星摄影 需要的这个设备 长焦的望远镜、行星相机、夹背镜 追踪的这个晶尾仪或是赤道仪 长焦呢通常指的是焦距1000mm以上 或是焦比F9以上的这个望远镜 像是天文小红、天文大红 搭配这样的行星相机呢 就可以适合拍摄行星 那也可以拍出很厉害的月面坑洞 使用望远镜观测啊拍摄太阳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搭配这个太阳绿片使用 可以直接看太阳哦 要不然你会造成眼睛或者是设备的一个损伤哦 常有人问我说天文望远镜界的明星 天文小红、天文大红啊 不能拿来拍摄深空天体吗 嗯...这个吧 由于拍摄不同的目标 那拍摄的这个望远镜也是不一样 天文小红啊大红啊 这种属于比较长焦的望远镜 那焦比比较高要在F10以上 所以呢焦距太长的话 你最终难度会提高 比较难拍摄出成功的作品 那就是会拉线的意思 这个焦比高呢也就是光圈比较小的话 它需要曝光时间也会比较久 那你拍摄效率会大打折扣 就是要曝光比较长的时间 会建议天文小红啊大红啊 可以用来观测深空天体 但是不建议入门者用来进行深空摄影 那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纯粹记录性质的拍摄 就是简易的天体摄影 那还是可以拿来拍摄深空天体的 那望远镜叔叔提醒大家 没有一种望远镜可以一次兼顾所有的目标 就像你不可能要求一台跑车 又要开得很快 然后又要像休旅车一样有这么大的空间 所以呢我还是要建议大家 可以依照你想观测 或者是摄影的目标来购买望远镜 那我们也常遇到很多的客人啊 或是网友来询问说 那我要该怎么去学习天文摄影呢 那当我询问他们想要拍什么的时候 有十个人里面呢 有九个人都是想要拍摄星云啊星团这些深空天体的 原来大家口中所说的这个天文摄影 其实就是指深空天体 那我们也会将夹翼的这个天文摄影呢 定义成是深空摄影 所以呢未来的教学影片呢 提到天文摄影都是指深空摄影 深空摄影跟星景摄影啊 行星摄影这些相比的话 挑战难度是比较高的 那是需要考虑到时机还有地点的问题 那时机的话呢 像是满月就比较不适合拍摄星空天体 依照时间不同那适合拍摄的天体也会不一样 那地点的话呢就是前往光害比较少的地方 效果比较好 那以往呢都是去郊区或者是山上 那近年来也很流行的玩法呢 是在市区进行这个天文摄影 望远镜搭配光害滤镜进行拍摄 例如说在综合的顶楼 市区顶楼也可以拍到这个深空天体的作品 可以免去前往郊区或高山的舟车劳盾 节省时间跟金钱的成本 那我们也很建议在天文摄影的新手 可以在市区先进行摄影 先熟悉设备的操作 当你在市区都练得很好的基本功之后呢 有机会你可以前往郊区或者是山上 在无光害的地方的环境之下拍摄呢 就可以拍出更好的作品 看完了以上我们对天文摄影的介绍 那您也跃跃欲试了吗 那想要亲自的拍出美丽的天文作品吗 只要跟洪雨光学购买天文望远镜的组合 除了享有完整的教学跟售后服务之外呢 你还可以加入洪雨光学的天文观星俱乐部 那我们会不定期的举办这个观星的活动 让你呢可以带着你购买的这个望远镜呢 到星空底下实战教学 那不必担心望远镜买回家之后不会用啊 放到早灰尘 星空下教学跟完整的售后服务呢 洪雨光学是你最好的选择哦 好 那我们后续呢 还会再推出一系列的天文摄影的教学 从望远镜、赤道仪的挑选啊 到天文相机、导信设备啊、滤镜等等 到最后的这个作品的后置呢 都会有更深入的介绍哦 那最后呢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帮我们的影片按下喜欢 分享给对天文摄影有兴趣的朋友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拜拜